一暴怒之下 就把我手機從二樓摔到地上 然後開始毒打我 把我頭髮這樣拖到那個帥的槍 我覺得活該的 是你們女人很膚淺 美玉 好 我的題目是 害怕丟臉我刻意放慢走路速度 曖昧戀愛最終破局 有點難 放慢走路的速度 對 進化整啦 OK 預備 開始 妳那天穿高跟鞋 對 妳踩到大便 對 不對 對方是高跟嗎 對 妳的衣服很鬆嗎 不對 高跟 對方的腳有受傷嗎 沒有 妳有跌倒嗎 沒有 妳肚子不舒服 沒有 走路很慢 對 妳們牽過手了嗎 還沒 沒有牽手 沒有 曖昧前任 前任在旁邊 不對 曖昧指 指隊友 沒有 時間到 不好猜 很難嗎 放慢速度 妳給的Keyword太簡單了 對啦 沒錯 我的故事就是 因為我很愛 我150幾 然後我通常都會穿這麼高的鞋子 大概都是墊大概25到30公分 然後我又很喜歡很高的男生 然後他們可能就180幾那種 然後我們可能約會的時候 就一起走 結果突然約會約約說 要不要去那個誰誰誰家玩 我想說完蛋了 要脫鞋子 對 要脫鞋了 然後結果到了之後 我就把鞋子弄下來 他可能就這樣 然後這樣看我 他就 然後之後就不會跟我聯絡 蛤 為什麼 男生喜歡矮的啊 對啊 沒有 女生小資本可愛 而且還有 是另外一個約會對象也是 就是我有一次 剛練完舞要回家 我那鞋子已經快斷掉了 然後我就假裝這樣拖著 這樣子跟他逛完夜市 然後結果我就逛到最後一刻 我想說好 終於要上車 然後我一上車 然後那個鞋子 然後裡面的鞋墊就掉出來 然後他就傻眼 然後那天過後他也不跟我聯絡 哇 你要躺得過 有什麼 怎麼會因為這個 這個其實滿可愛的啦 有時候還會加分 你鞋墊這麼高啊 快得了 我大概這個三個 我覺得這個三個 180 180 我也藏這樣 我都買這個買一箱 170 160 我懂 你懂我 不 我覺得活該的 是你們女人很膚淺 我很 哪有 我會長跟一方鞋子 不是 這有什麼好不聯絡的 不是啦 兩個人在一起久了就不會 真的 那小芝麻 有小芝麻 人家喜歡的嘛對不對 是因為女生高材比較麻煩 我利用職位查了一通電話 差點讓我沒樂性命 預備 開始 這個哪裡 你的職位是做0204嗎 不是 你查了那通電話是你的主管上司嗎 不是 那個人很有名嗎 不有名 高中的故事 高中的故事 沒了性命是你真的人要去了嗎 對 老師 要性命 不是 好難喔 你的好難喔 對啊 對方有另外一半嗎 對 然後 他的另外一半要來攻擊你 什麼 另外一半是那個黑社會 我攻 不是 好啦 我們投降了 投降了 直接告知 第一次投降耶 好啦 反正就是我高中的一個故事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有一個校草 就是我們倆是熱舞社的 然後有一天 就發現她越來越對我冷漠 然後我就跟我閨蜜講 我閨蜜就一直安慰我 然後我有一天就是跟她出去 在練舞的時候 我就發現她手機有一個電話號碼 然後大概五分鐘就會 其實是用Nokia 那個什麼360那種 就會有那個電話號碼 大概五分鐘就一直傳訊息 一直傳訊息 我就想說這到底是什麼號碼 然後我就把它記下來 然後我就濫用公權 因為我那時候是總務 我就去調查那個電話 到底是不是我認識的電話號碼 好死不死就被我查到了 這個電話號碼就是我那個閨蜜的電話 對 結果他們就這樣瞞著我 大概在一起半年左右 而且我這半年我都跟那個閨蜜 講我們的就是吵架的所有事情 然後那閨蜜還一直安慰我 但我就不相信 然後後來是直到有一天 然後我朋友就突然拍了一張照片 給我說妳哪有在後面 跟那個妳的閨蜜喇吉的照片 然後傳訊息 我那天才死心 我才去拿這張照片跟他對質 然後結果他就跟我去那個 那個樓梯閣樓上 男友 對 我就說 你看 這鐵證了吧 然後結果他一暴怒之下 就把我手機從二樓摔到地上 然後開始毒打我 然後他就毒打我 他怕我公布出去 就是可能讓他回了他的幸運 你那聽起來是要滅口 對啊 他就把我頭髮 然後這樣拖到那個帥那個槍 然後把我手機丟到那個 對 太可怕 就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不敢跟男生在一起 我就都很恐難 Oh my God 對 然後要報警吧 對啊 我那時候 後來有警察來 對 因為他有一次就還當中 打我巴掌 Oh my God 就是後來我就超害怕的男生 連續紀元 家裡沒有那個 我沒有跟他們家 爸爸媽媽 今天講出來了 對 今天講出來了